聚兵陸軍司令布勞納十五日宣布 將在今年和美國舉行 二零一五年以來最大規模聯合軍演 布勞納表示年度兼並兼聯合軍演 將在第二季實施 兩國參與的部隊人數 會超過去年的八千九百人 不過菲律賓宣布擴大於美國軍演 時間點引人聯想 菲律賓海巡隊13日才公開畫面 指控中國海警船 先前在南沙群島仁愛礁附近水域 兩度以軍用雷射光照射 菲律賓海巡隊船隻 造成船員短暫失明 中非關係在線緊張 而路透也報導 美飛軍演擴大顯示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上任後 與美國關係有所改善 菲律賓也以授權美方 進入更多菲律賓的軍事基地 以二組中國在南海和台海的挑釁行徑 但中國也沒閒著 將在17日到27日 與俄羅斯及南非 在德班和理查茲灣間的外海 舉行代號墨西的聯合軍演 靜新聞林瀟如江振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報告